下面我们来调节我们的程序 让它根据屏幕尺寸 显示的converse有一个变化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之前的这个程序结构相对是比较好的 没有使用太多的硬编码的变量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决定我们converse画布大小的 就是这个变量conversevis 我们在写的时候 把它初始化成了一个固定的值800 相信聪明的同学一下就知道 怎么修改这一部分了 当我们屏幕的宽度比800还小的时候 此时我们应该取屏幕的宽度 那么这个具体取屏幕宽度的方法呢 我使用的是JQuery的一个函数 就是我们拿到window以后 它有一个width的方法 这个方法取的就是当前屏幕的宽度 完了我在这里为了显示效果 我不希望我的这个米字格 严丝合缝的卡在这个屏幕的边缘 所以呢我比这个屏幕的关度呢 再小一点点 那么对于这两个值呢 在这里我应该取的是他们的最小值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和如果屏幕宽度小于800 则取这个值 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相当于比较800和当前屏幕的宽度 减去20个像素 这个谁更小 如果屏幕宽度减20个像素更小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管800这个值了 就取后面的这个值 如果屏幕的宽度减去20比800还大的话 说明我们现在在一个非常宽的屏幕中 通常就是PC的屏幕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iPad的屏幕 那么此时呢我们就取一个定值 取一个800 经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改动 由于我们后面的程序全都是使用 Canvas V4这个变量 所以后面根本不需要改 我们看一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运行程序后依然是我们使用F12进入开发者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用F5刷新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米字格就非常好的适配在了屏幕中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换一下手机的型号 我们再用iPhone6看一下 注意其实这个浏览器没有帮我们自动的改变绘制的尺寸 我们需要自己手动刷新一下 现在米字格可以很好的适配这个屏幕了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我们做的这些HTML的空架 似乎还有问题 那么我们在程序中看一下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修改 其实非常的简单 大家可以先定位一下 刚才没有适配的部分呢 事实上是这个DIV元素 它的ID呢是Controller 我们在相应的CSS中看一下 就可以看到对于Controller 我们给它写了一个固定的宽度值是800个像素 那么现在由于有适配的需要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部分CSS代码删掉 而使用程序来动态的控制 Controller具体的宽度值 还是我们在JS文件中 只需要加入一行代码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把这行代码加在DrawGrid的前面 也就是拿到Controller这个ID 然后变换它的CSS属性 使它的V字值 等于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计算好的ConverseV字的值 注意这里头我使用ConverseV字这个数字 加上PX这个字符串 形成了最终的CSS的取值 那么此时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原来是运行程序后 NF12进入了开发者模式 那么在我们这个设备中 我们使用F15刷新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下面的这个Controller的DIV的显示效果 就变成了这样 也就是说 当我们把Controller的V字值 动态的变小以后 里面的空件会采用这种换行的显示方式 这是因为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这些空件我们采用的是FloatLeft的方式 那么这个轻锁的拧呢 我们采用的是FloatRight的方式 这样浮动的布局 可以自适应Controller这个DIV的大小 当然了 大家也可以尝试换其他的设备玩一玩 比如说我使用iPhone5 大家可以看到效果是这个样子 使用iPhone6 效果是这个样子 使用iPhone6Plus 效果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酷 那么到现在 我们的屏幕自适应的部分 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大家加油